近日,梁振英公布其任来最后一份施政报告 报告以用好机遇,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和谐共用为题 又说其竞选政纲承诺基本上已经全部落实 不过民间就野余这份是死政报告 用好机遇走数,继续撕裂社会,似乎更为适合 当中最大争议依然是政府拒绝落实全民退保 梁振英在选举特首期间公开说 全民退休保障是很值得做 又说搞全民退休保障不用轰轰烈烈,要认认真真 他在2013年首份施政报告承认 我们也注意到有意见要求实施全民退休保障 政府一拖再拖,不论是港大团队2014年的专家报告 还是顾问公司2016年提交的公众咨询报告 结果均显示较多市民支持全民退保 今天梁振英却狼心如铁 施政报告竟然指 经咨询公众我们认为应原用现行 多支柱的退休保障制度 以掌官意志否定主流民意 否定专家研究 不单相尽香港长者的心,更是诚信破产 施政报告提出所谓优化多层社会保障支柱 资产上限不多于14万4千元的长者 每月可以领取3435元的津贴 这个只不过是再潜见一层 有经济审查的分级援助 新措施始终无法解决现时退休保障不足的问题 现时领取长生津的长者人数为44万 增加资产上限后 估计符合新领资产的长者增至50万人 受惠人数只占全港长者人数的45% 覆盖受惠的人数有限 亦同迈向全民退休保障的方向背道而迟 另外,施政报告竟然在毫无咨询情况下 忽然提出将领取长者纵援合资格年龄 由60岁提高至65岁 令将来60岁至64岁的长者 纵援受助人的援助大减1000多元 梁振英口口声声说帮助最有需要的人 但转头就向这帮最弱势的长者开刀 这个毫无疑问是政策的倒退 随着人口老化、倒行逆施的政策 必定加剧长者贫穷的趋势 妇女和家庭照顾者更加是首当其冲 施政报告以优化零支柱的分级援助措施 否定建立一支柱的全民退休保障 一手将人口老化的危机烂摊子留给下一代 既不负责任,亦违反民意 香港新一届特首选举在职 各特首候选人必须顺应民意 将推行全民退休保障计划 纳入下届政府的施政纲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